圣文 圆觉菩萨 他比我们聪明 他放下了 虽然身体 还在流道 他不执着流道 不分别流道 所以流道对他个人来说 没有障碍 身体还在 这个状况 在佛法里有个名词 叫 有余依依涅槃 他真的 入了涅槃的境界 但是他还有身体在 所以有余 就是有身体在 身体虽在 不害死 他还可以利用这个身体 教化众生 行菩萨道 可是凡夫 跟他们恰恰相反 以为这个事情是真的 造善业 得的落宝 享福 造卧业 的苦 这一桩事 我们也要晓得 受苦是真的 享乐 是假的 如果享乐也是真的 释迦牟尼佛也享乐了 不必实现苦行 而且享乐的时候 我们细心去观察 哪有不早夜点 人在受苦的时候 造业比较少 没有机会 享福的时候 有机会造业 杀到阴亡 他造这种罪业 这些罪业 最后的国报 地狱 莫归 出生 我们参透了 这个事实真相 在世间修福 对不对 不对 老子说得好 父系 或所以 或在父中 一定要学佛菩萨 修福 不享受佛 你看佛修三种布施 财布施 佛是用内财布施 为大家服务 他服务的方法 就是用教学 用身体 做出好的榜样 给大家看 引用于来教化众生 身一心 是感化众生 感化给教化 一起来 不享受 人听佛报 明文立阳 冰都不沾了 这个我们要知道啊 我们要向他学习 沾了冰 就造一 不沾冰 叫敬业 清净的业 敬业是什么 没有 远禁 不要说善窝了 没有善窝 连远禁都没有 远禁没有 是真正的清净 那就是大臣教常讲的三轮提供 做而无足 无足而足 释迦牟尼佛一生所实现的 是最好的榜样 为什么 复复杀要如实实现 这个地方把到底说清楚了 属性的 具体是口 也就是说 他知道 六道舍法界 都是在梦中 梦中 不但 外面这一切事物 你得不到 你身体都得不到 我们今天所说的 物质现象 假的 精神现象 也是假的 自然现象 还是假的 没有样式 所以 底下讲到 三昧 长 急 不齐心 不动念 就是长 不分别 不执着 就是急 长急 所以诸佛佛 菩萨 视线在六道 他确确实实 是观法如画 三昧 三昧 这是他的本事 这了不起 就是因为他彻底了解 波罗经上 一切法 无所有 毕竟空 不可 故 慧苏 慧畏 非 恐 非 假 而 恐 而 假 是 行 中 道 义 行 中 道 义 就是 行 诸 法 是 想 一切 解法的真相 如实 你说空 它不是空 你说假 它不是假 而空 而假 它就是空 它就是假 观法如画 这 观一切 法 皆是中道 中道了 就可以用 这两句话 非空 非假 而空 而假 这个 经上有说 极空 即假 非空 非假 极空 即假 这就是中道 你把死是真相 看透了 这叫看破 看破 你才能放下 我们今天放不下 不是别 没看破 不知道它是假的 灯看破了 这都自在 那我们要问了 这世间灾难 有没有了 没有了 假的 不是真的 你还当个什么心 你在这个地方 已经如如不动 就是底下讲的 三昧长级了 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